在中橫公路169.6公里处 也就是天祥隧道口路段边坡 在大雨冲刷下发生落石摊坊的情况 一度造成车辆受阻 经交通部公路总局洛绍公屋段 紧急抢修后 本来在中午恢复通行 但由于下午风雨又增强 再度造成摊坊落石 目前无法抢修 中橫天祥段已经全面封闭 而秀林相公所表示 也会依状况对天祥地区居民 进行撤离安置 我们也随时待命 如果新政府通知我们 要成立一起在那边中心时 我们在这之前就会会 我们派出所会泰鲁克国家公园 我们要做大天祥地区的居民撤离 大天祥地区的居民撤离 也希望我们在撤离的同时 我们大天祥地区的居民 能跟我们做全力的配合 花莲秀林乡在三十一号下午六点半 一天累积雨量已经超出一百七十毫米 因为中恒山区渐线性降雨的雨势强劲 只要雨势稍大就发生落石 而且路面持续有泥泥的土流覆盖 严重危及行车安全 经评估之后 未顾及安全 目前是中恒天祥段全面封闭 同时提醒民众中恒山区气候状况相当不稳定 请避免进入山区 以免造成危险 而在海域方面 目前也都拉起封锁线 并有海巡人员驻守 但还是有民众前往拍照 呼吁台风期间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请勿靠近危险区域 记者卡照花莲秀林采访报导 请勿靠近危险